中華人間佛教聯合總會 兩岸人間佛教的交流 第二天是前往到 山西省大同寺 來造訪當地全國 重點文物保護的玄空寺 當親眼建到了寺院 屹立在絕壁上 參訪團 無不讚歎 接著現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在山西大同的玄空寺 而這其實是一個 如是道三教合一的寺廟 而是其實最早建於北魏時期 而在清朝的時候 是最後的修建情況 而究竟裡面是長什麼樣子呢 我們一起去看一看 還沒登上寺院前 底下往上看 親眼見到建築 屹立在名為翠峰山的石壁上 而翠峰山周圍環繞的 則是北越橫山 映入眼簾就有詩仙李白 也曾寫下的莫保壯觀二字 也被後世刻於石壁上 透過一次只能一人通過的樓梯 據了解 玄空寺整座寺廟 共有40個空間 裡頭也擺放不同類型的 宗教神明雕像 玄空寺聽說是北魏時時1500年 這北魏時時很窄窄 時機踏上去地板結石 從外看玄空寺 不僅有柱子基層 下方還有稱其整座寺廟的 27根木樑 不過也能看見樑柱顏色 歷經過了無數個風雨飄搖的痕跡 源自法師就透過參訪 有了不同的體悟 玄空寺總計多有40多個空間 而在接近最後的參觀路線 路線也已經稍微寬敞 而一旁的空間則是大雄寶殿 玄空寺的正四之寶 正中間共分的是中間佛祖 不光是以前的老祖宗 還是信仁大師的精神 我們學習 向他們學習 我們自己會慢慢的改變 會改善 所以那個玄空寺 這個看了 現在以現在的眼光來看 給我感受 那個前輩子的精神 我們要多多的學習 佛道 要慢慢的向佛道前行 中華人間佛教聯合總會 第二天實際著訪 卢氏道三教合一的名勝景點 也是全國重點文物的保護單位 藉由古人見識 及佛光山開山主席 星雲大師 慰教秉齊的精神 源自法師表示 是挺過無數風雨的玄空寺 所帶來的珍貴收穫 那這位是健家梁漢堯 詳細情報道 好 好 好